在这个世界上,什么东西贬值最快? 有人说是汽车,有人说是手机,有人说是货币,还有人说是学历。 而我觉得,贬值最快的就是作家。 前不久的一次笔会上,听几位作家在发牢骚,散文家说, 我在某报纸发表了一篇签字作品,只给了20元稿费。 杂文家说,我在某网站发表过100多篇杂文和评论,一分钱都没有给过。 诗人一笑,没有收你们的钱,就不错了。 现在我们诗歌信,很多都是花钱才能发表和出版。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鲁迅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筹,是每签字5至15块银元。 1927年到1936年,鲁迅在上海的时候,平均每个月稿费收入697元。 而那时,在北京和上海雇一个保姆,月薪是两元,雇一个车付,月薪是六元。 满一套400平方米的四合元,需要800元。 当然,鲁迅是文侯,一般的小作家,搞仇贵低一些,但一个月百十块钱还是有的。 两相对比,一个最大的变化,恐怕就是文章不值钱了。 别说无名鼠卑,就是那些过过全国最高文学奖和新闻奖的人,为了发表自己的作品, 也经常得点头哈腰,求演也到难了。 作家的收入,为什么会这么低下? 作家的身份,为什么会这么卑微? 主要原因很简单,就是作家太多了。 俗话说,物以稀为贵,啥东西要是多了,就不值钱了。 什么叫作家? 现代汉语词里,你的解释是,同时文学创作皆有相当成就的人, 但这很难准确定位,发表过几千篇作品和几十篇作品的人, 出版过几十本书和一本书的人,都觉得自己拥有相当成就, 还有一个官方的凭证,那就是作家协会。 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人,想当作家的愿望, 无论是县级、市级、省级还是国家级作家协会,全都敞开大门, 于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也急剧膨胀, 另外还有散文协会、达文协会、诗词协会, 以及没有加入任何协会,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, 加起来真是多如牛毛,市场的大门厂开着,文厂的大门扮演着,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不去市场而挤文厂? 用一位老编辑的话说,文厂的门槛和成本太低了,一分钱都不用花, 晚上坐在电脑前弄一段文字,就可以既扬名又获利,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?而且很多人都发现, 写文章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, 只要具备初衷以上文华,谁都可以信手拈来, 妙笔生花,所以, 现在会写文章的人,一路去那个时代, 起码多了一万倍, 平常工作和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, 难以得到出名的机会, 于是便有些人, 宁可黑板,也要壮个咬恨,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网络上, 扯着嗓子一喊,周围的人才知道自己的存在, 就像老母亲一样, 要不大声地叫, 别人怎么知道你也会吓胆, 这可难为了赌场, 密麻麻, 泥泥泥的一片, 分不清谁是真作家, 谁是假作家, 谁是大作家, 谁是小作家, 所以这样的贬值, 不仅可怜的作家, 也可怜的读者, 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喧嚣和竞争之后, 才能分出个高低上下, 本微信公众号专稿, 祝鲁迅收入数字, 引字, 2009年8月3日合肥晚报, 这是潮花时文第16237, 请直接点右下角写评论, 发表对这篇文章的高见, 投稿邮箱WBB037, sgfdply.com 投稿类型, 散文随笔, 游戏有思想有观点, 有干货不无病身影, 当下热点文化现象, 热门影视剧评论, 热门舞台出评论, 热门长篇小说评论, 游戏针对热点, 切注实弊, 抓住创作倾向趋势者, 请特别注意, 不接受诗歌投稿, 也许你可以在这里见到有你自己出现的一期, 测楼者也有可能被选入全新上线的上海观察潮花时文栏目, 或解放日报潮花版, 来搞请务逼著名地址由编身份正号。